我国第一位 登上太空的宇航员是谁 本栏目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中国航天史是从1956年2月开始的 当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 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1956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的航天事业创业的开始 至今已走过60年 从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 到宇宙飞船飞出地球奔向太空 我们人类对浩瀚的宇宙 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无限美好的憧憬 2016年6月25日 长征7号在海南文昌的发射 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向往太空的你是不是也想脱离地心引力 体验翱翔宇宙的魅力 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里的 汉腾翱天一号太空科技体验馆 是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合作的太空影视拍摄基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是我国最早从事卫星研制的高科技单位 也是目前国内最具实力的卫星飞船研制基地 1970年成功发射了中国航天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荒红一号 开创了中国探索外层空间的新纪元 在汉腾翱天一号太空科技体验馆 驾驶飞机 火箭发射 太空漫步 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 我们现在是在江苏的无锡市 对 这里就是对于无锡的敖田一号太空科技体验馆 这两个就在这了 哎呀 小朋友啊 特别的兴望 宇宙 对 太多里面的奥秘 这里面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你们有没有记得 小时候特别喜欢听那个叫天文馆 但这跟天文馆听说不一样 这里面有好多体验相对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上天到飞船上的去 到宇宙里去 但在这儿可以失离其境 哇 这就是我最想做了 没错 我好像也能够说的对 而且在这儿我还可以 真真切切地感受你把当初明云的感觉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总是要给你们设置一点小难题 要想亲自体验 必须要答对我出的问题 我发现今天有四个女生 四个男生 你干脆就分成男生队 女生队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 你们女生就我们男生队 这样 男生 你们挑挑 哪两位当你们的队长 你不用挑了就在这了 你们俩过来吧 那好 女生过来吧 好 准备 好 答对问题的 还有机会来体验 那就让我们一起冲发吧 太空体验馆的入口 是火箭尾部喷气式圆筒造型 直径8米 长度18米 据说是按照长征7号运载火箭 1比1复制的 两边投影的太空漫游画面 让人仿佛置身于茫茫宇宙之中 太空体验馆就像一个造梦机 让现实和梦境完美重叠 宇宙大约是在137亿年前 发生的一次大爆炸中形成的 大爆炸后便出现了星系 恒星 行星和地球上多姿多彩的生命 2016年是我国的航天事业建立发展60周年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 几代航天人的奉献 成就了我们的航天梦 每一名中华儿女 都应当牢记这些历史性的时刻 记住这些航天英雄 和默默奉献的航天人的名字 中国航天发展有四大里程碑 第一个想到利用火箭飞天的人 是明朝的万富 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 是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 2003年10月15日 中国神周五号载人飞船升空 表明中国掌握载人航天技术 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2007年10月24日 18时05分 随着嫦娥一号成功奔月 嫦娥工程顺利完成了一期工程 此后神周九号与天宫一号相继发射 并成功对接 我这还准备了一些问题 想体验的请举手 答对问题可参加 问题呢都有提示 不是A就是B 您可以在AB两个里面选择 当然了 错的就被淘汰了 我要出题当考官 所以你来支援女生队 愿意吗 好 她们不是太强了吗 没事 来 请听题 1970年4月24日21时31分 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名字 A 东方红一号 B 长征一号 开始 请选择 哇 全都站在了A选项 正确答案就是A 哈哈 好 长征一号是运载火箭 东方红一号是人造卫星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 能够独立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记住了 它就是东方红一号 好 回到原位 听下一题 请听题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是谁 A 杨立伟 B 聂海胜 这个题恐怕是有些太简单了 是不是啊 正确答案就是A 那我得把它变得难一点 请问神州五号 也就是杨立伟 乘坐的宇宙飞船 它是首次载人飞行 是2003年还是2013年 A是03年 B是2013年 请选择 好 正确答案 还是A 那我得再加一个题 请问杨立伟绕地球多少圈呢 A 16圈 B 14圈 请选择 A 16圈 B 14圈 难了吧 不是老那么简单的 好 没有人改变了吗 正确答案就是B 14圈 你们三位 现在想体验哪一项 就是是这样的 我们来之前听说有好多项目 说有那个VR 现在特别火的项目 对呀 能体验飞行 当然了也不是特别好玩 就是非常好玩 爱情他们 就能身临其境 就像真的做飞行员 而且电视机前观众 可能都感受不到我们那种感觉 我们带着就 叫9D 看过3D电影吧 叫9D体验 现在VR技术就是最先进的娱乐技术 那我们现在赶紧就上去体验一下吧 体会吧 走 在VR体验区 戴上VR眼镜 坐上飞行座椅 你就能瞬间转移 上天 入地 任你遨游 听到一声声尖叫 千万不要意外哟 你看 王伟哥哥就出现了不适应的症状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请问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女宇航员 是谁呢 A 王亚平 B 刘洋 开始 A 王亚平 B 刘洋 对 就是B 刘洋 她在2012年登上了太空 在此之前 全世界只有56位女性登上过太空 好 让我们继续答题 大手牵小手 熬游太空担 好 请听下一题 盛初来体验 中国航天日是哪一天 A 10月24日 B 4月24日 请选择 4月24日 10月24日 10月24日 4月24日 停 好 来 正确答案就是B 4月24日 啊 等下我就过去了 1970年的4月24日 21时31分 中国东方红一号 飞向太空 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因此 每年的4月24日 就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航天日 记住啦 记住啦 请问一一而已 四个小女生 她们适合体验哪一个项目 别太晕的啊 嗯 可以去玩塔坊游戏 我们日体面 人们总是在猜测 在宇宙中 是不是还存在着其他的生物 这些生物对人类友好吗 广袤的太空中充满了未知 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 别小看这两台360度旋转的碰碰车 这也是宇航员训练时用的机器哦 宇航员每次训练 都要上去翻转几个小时 我们今天就体验为主了 感受一下宇航员的练成 有多么的不易 让我们继续听题 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把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讯卫星 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首次取得了为国外用户 发射卫星的圆满成功 请问 这次发射是在哪个发射中心完成的呢 A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B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对 肯定是A 对对对 好 不再变化了 是吧 我来宣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B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我们还去过呢 你也去过 对 我们人都在那边 好 那么恭喜你们四位又可以进行一次体验 既然都是男生选对了 应该让他们体验一下我准备的神秘的体验内容 那就是战斗机模拟驾驶 哇 我也想去 可以坐在战斗机的驾驶舱当中 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天旋地转一般的感觉 就是全真实体验 身临其境的战斗机驾驶的感觉 我们这绿胖胖曾经就差一点当飞行员 太对了 今天让你圆梦了 那你们有没有当宇航员的这种飞行员的愿望啊 有一个 啊 好 好的 那就不断地努力学习啊 好 现在就 战斗出发 走 走 哎呦 你看看 我国的宇航员都是飞行员出身 这个就是波音737飞机的模拟驾驶舱 在这里 绿胖胖和徐才智领小朋友将要通过专业老师的指导 实现成为飞行员的方向 这个呢是飞机的油门 现在是最大的位置 往后拉是最小的目标 把雷达对准敌机就可以了 对 中间会有一个那个显示敌机的一个位置 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开始 加油 模拟器通过座位前的三个屏幕和前面的驾驶杆操作台来营造驾驶飞机的感受 每一名飞行员在正式上飞机之前都要在这个小小的二轴模拟驾驶舱里进行飞行培训 只有在这个模拟器上安全飞行满一百个小时之后 你才有资格驾驶真的飞机 哦 哇 更实战 太棒 牵小手 熬游太空馆 好 接下来继续答题 看看你们对航天知识的了解程度 请问 中国的空间实验室叫什么名字 A 嫦娥一号 B 天宫一号 请选择 是吗 你再给我点吧 哎 刚刚起来 这不是事儿 好 你可以 都万一一个人的解放 好 正确答案就是B 天宫一号 而且你们回头看 就是这个 好的 天宫一号是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 于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3秒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飞行器的全长是10.4米 最大直径3.35米 由实验舱和资源舱构成 一会儿你们答完题可以自己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好不好 好 请听题 中国的航天之父是谁 A 袁隆平 B 钱学森 请选择 孩子不想 你怎么 好 好 正确答案就是B 钱学森 1956年的2月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了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建议 1956年的4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 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航天事业创业的开始 好 都对了 请回到原位 请听题 第一次出舱进行太空漫步的航天员是谁 A 答案 宅至刚 B 答案 废 骏 龙 请选择 A 宅至刚 B 废 骏 龙 A 诶 诶 诶 我A 我A 我小A 你又太到最后没你求 牺牲了 我 牺牲了 我牺牲了 你又算一个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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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可不可以进去吗 这是 好 请 正确答案就是A 宅至刚 2008年的9月25日 21点10分 04秒 988 8毫秒 神舟七号 搭载宅至刚 井海鹏 刘伯明 三名 航天员 升空 宅至刚 实现了第一次太空漫步 还举着国旗 我们都看直播了 对 那你怎么还选错了呢 对呀 你为什么选错了呢 你们看直播了吗 好 你要带孩子们去体验什么呢 我体验的项目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哦 一会我们要身着 让小朋友们穿上这个宇航服 亲自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是太空体验的穿太空服 你看现在我们是一大一小各队派出一大一小选手 预备 开始 经过一系列的体验和感受 小朋友们一定对宇航员和太空旅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太空体验馆的重头戏 太空出征了 美组选出两名主持人和两位小朋友一起比赛 船上宇航服 让我们 披挂上阵 整装 带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时间上统计 好像是男生队更快一些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他们的着装的整齐程度 我觉得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 来 一二三 这个鞋也不对 好像也穿反了 也穿反了 好 我们再看看女队 来 立正 我觉得芝麻哥哥很帅 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再看看我们这位女宇航员 好 再看看我们这位女宇航员 来 撩 帅气了 敬个礼 我发现还有错误的地方 哪儿 你看她后面氧气飞包什么的 带反了 带反了 那是你们对的 我没说 你们俩向后转 对 计设备但是他们没连上 没连上就没有氧气 好 来来来 我给你连上 我们都给连上 来 对 也就是红的 蓝的连哪儿 这儿 对 它都有搭扣 模拟 这样才算是完整 对不对 好 看来呀 这些知识和奥秘 还需要我们小朋友的亲身的体验 才能够知道 好 经过最后的检查和整理 我们认为 这次比赛 女队获胜 好 接下来就请你们太空漫步吧 好看的宇宙 还有很多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探究 努力学习吧 熬天一号太空科技体验馆 将带着你的太空梦想相约未来 去实现星空宇宙的旅行 六小学生 毕业 四小学生 五小学生 五小学生 大学生 在闭口 四小学生